关前提示 视频里的问题都是嘉飞说的 有事儿去冲嘉飞OVO 哈喽各位观众老明大家好 WE对阵RW霞的比赛 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出现巅峰对决 很多人对巅峰对决阵容都很好奇 有的人觉得 啊为什么又是小李啊 有的人觉得 诶这个出凯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今天就来把巅峰对决这东西 掰开了揉碎了 讲给各位听 巅峰对决是什么 其实就是大家搏金举打的排位 两边盲选嘛 但是为什么他好看 核心就出在这个盲字身上 盲选就意味着双方不知道对方的阵容 那么我是猜对方阵容 然后想办法counter核实呀 还是选一套无敌的 不怕counter阵容好啊 乔黎大家都知道强 那我是拿还是不拿呀 我要是拿对方会不会猜到啊 一切的一切归结出来 就是这两个字 博弈 先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回家的路上有两条路 一条近路一条远路 正常都是走近路回家的 但是嘉飞因为我老在视频里调侃他 所以想在回家路上读路 那么如果他进路读我 就一定能读到我 但是如果我知道他要读我 我就会走远路 那这个时候嘉飞就会想啊 那我到底在哪条路读的呢 其实著名的哲学家 大司马老师早就总结过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小伙子 你只看到了第二层 而你把我只想成了第一层 实际上我是第五层 KPL的博弈也是如此 在第一层之上反复升级 来看你在第几层 现在大家举个例子 2020年KPL秋季赛季后赛 黑肉打狼队 黑肉拿出了鲁班大师敌人杰 敬张良八戒的阵容赢下了比赛 面对狼队的打架阵容 黑肉选择了稳中带胸的推进阵容 对面强切的话 敌人杰比较好活下来 也有张良和鲁班大师可以保护射手 很克制狼队的阵容 第二天 黑肉打老干爹 又打到巅峰队局员了 这个时候黑肉还是昨天那套 但是老干爹就很妙了 老干爹和昨天黑肉的选择 一模一样 但是唯独射手换成了 更好打敌人杰的皇中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黑肉在第一层 老干爹在第二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分析黑肉这套阵容 我们就能看出来 黑肉这个阵容很克制强切 但是这个阵容比较稳健 切C的位置只有净一个刺客 老干爹就抓准这个问题 我就选一个输出更高 但是更容易死的射手 反正你没什么切入 那射手生存空间都很好的情况下 皇中输出自然要比敌人杰更好 这就是老干爹博弈的成功 那么如果黑肉预料到了 老干爹要选皇中 黑肉应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他可以选一套充脸阵容 这样皇中比敌人杰的自保更差 就没有那么好打了 当然了 这只是很简单的说法 为了辨认大家理解博弈 那么我们刚才说 黑肉的点结这套是在第一层 但是那是当时的游戏理解 现在游戏理解里 什么是第一层呢 其实就是那套 大家都看吐了的 连波净活五公顺利大桥 这套这种优点数不胜数 也是经过了实验的检验 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巅峰对决最优解 所以我们不妨就把它当作 巅峰对决的最基础阵容 然后在它上升级 那么我想请问各位 如果你是教练 我明确的告诉你 对方会选连波净活五加桥里 你会怎么选择阵容呢 方法有很多 举个例子啊 我很自信 我的选手这套打得比对面好 所以我就选一样的阵容 没有问题 我认为 竞在团战端的作用 没有篮墙 所以我其他这种不变 把打野换成篮 没有问题 我认为 对方连波净活五的阵容 在这个版本上半区太弱了 所以我选择 吕布蓝周瑜 虽然这样 我的阵容 没有对方那么适配大桥 但是我可以靠中期进攻 对方野区来当优势 没有问题 反正 只要你有counter对面思路 那你就是第二层 哪怕你说 我觉得摇打野好打净 那都没问题 因为在这一步 我们要的是counter对面的 这个意识 而具体的游戏理解 每个人都不同 我说连波大桥配合强 你说吕布这版本好打 强度高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我们不讨论 但我们来看看两队 对于这个阵容的理解 首先是两个队不约而同的 选择了吕布加乔里 吕布毫无疑问 是这个版本的第一坦辩 但是和大桥的适配性上 没有连波高 在两队的游戏理解中 他们都更在乎强度 而不是和乔里的契合度 再重复一遍 这个没有对错 只是游戏理解不同 在中路位置上 RW出了周瑜 一个是选手更擅长这种风格的英雄 另一个是RW应该是希望 做强自己的中企 而RW打野位 其实很有趣的 他选择了肉铠 我之前说非常喜欢这个选择 并不是我认为肉铠多么好打 而是RW的大胆 给巅峰对决带来了新的思路 肉铠有缺点很明显 优点是 面对对方中期输出不足的情况下 肉铠中期几乎不会死 容缩率相当高 缺点是发育能力比蓝镜更差 代谢能力不强 后期切C不如蓝镜 在中期RW有很大优势的情况下 经济却不如WE 这就是发育的问题 当然了 RW阵容我仍然认为很好 这个中期的凯能带来很多的可能性 在巅峰对决这种比赛中 有一段时间是无敌的 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 不过RW输掉了比赛 那么我们就要事后注个量一下了 这把RW问题输在哪里呢 首先中期扩大优势 扩大的不够好 而到了后期 凯的前二期过了 对方阿里生存空间很好 几方阿里要面对活5加蓝的双切入 很难打 其实WE的巅峰对决 就是比较常规的乔里嘛 那么如果我们研究明白 怎么打WE 我们就能知道 如何面对这个版本 初级的巅峰对决阵容 那么假设看完这样比赛的你 也穿越回了RW教练身上 正好你此刻就在思考 怎么选择巅峰对决阵容 你知道了WE的阵容 同时也看到自己的问题 你想吸取一下教训 我们要怎么办呢 很简单呀 你说对面后期生存空间好 那我就周一换火5呗 这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那么能不能再改例一点呢 当然可以 一定有人会想 那就拿联赛很常见的关羽加凯呗 这样切C带线都有了 但是如果只换一个上单 那么百分之百是不行的 就算我们无视宣扰的熟悉度 关羽凯加大桥也是极差的阵容 这个阵容完全没有开拓 关羽和大桥非常不搭 可以说是问题很大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干脆一改道题 把大桥也去掉 来围绕关羽凯搭配套阵容 我给各位提供一下思路啊 关羽凯 周瑜 阿丽顿山 关羽凯 火舞 敌人街 鲁布纳斯等等 这个中单鸟想互换一下也无所谓 我们在RW的阵容上 做出了两种思路的改变 那么可不可以更给力点呢 当然是可以的 其实我们去分析WE的阵容 并不是完美的 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缺点 然后利用这些缺点 首先是对面的阵容 火舞 蓝 阿丽 并没有破盾 不好打盾山 所以我们可以掏出 吕布蓝 火舞 阿丽 盾山 在团战端 去赌盾山作用大鱼大桥 其次 WE的阵容在输出上明显不足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尝试 在RW的阵容基础上增加坦度 把大桥换成张飞 配合出一套 吕布肉铠 火舞 阿丽张飞出来 如果担心阿丽不好活 也可以换成 敌人节或者马可 我们说完了 靠坦度去胜 那能不能更给力一点呢 还是可以的 其实我们去观察 巅峰对决 几乎无一例外 在野区上 打架的频率很高 而且双方往往都是团战 十分激烈 一点损失都容易滚出很大的雪球 所以我想到一个大杀器 东皇太一 在面对到对方 蓝 火舞 阿丽的情况下 跟任何一个人 一换一 都是很赚的 哪怕是咬到了吕布 也能让对方丧失唯一的大团控 除了有一点点被大桥抗碳外 几乎是很舒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是极其看好 东皇太一的表现的 比如配出一套 吕布肉铠 火舞 阿丽 东皇的阵容 我认为在巅峰对决上 应该是很强的 当然了 这个东西具体咋样 也得看实践 也欢迎大家讨论 刚才说这些思路呢 一个是我确实不认为 这版本巅峰对决 非得选乔黎 另一个也是因为 看乔黎这么多年 真的是腻了 我由中的希望 可以表达所有队伍 都能大胆尝试新东西 不要固化思维 以上 这就是假设对方的巅峰对决 在第一层的情况下 我给出的最优抗的是思路 但是 这个版本的巅峰对决 我觉得不会有最优惊 我也希望双方的博弈 能是层层递进的 那么我给出的思路 到底实践上能不能行 第三层 第四层 BQ思路 该是怎么样的 就要看KPL 有没有机会 让我们看看呢 好了 这期视频 我觉得算是把 巅峰对决这件事 讲透透的了 还是那句话 这种科普类视频 不求数据 全当为KPL 基础教育 听传家吧 就做慈善呗 如果你喜欢 欢迎点赞 在评论区说出 你认为的最优解 我是桑杰 一个普通的办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